出埃及记 第二十六章 你要用十副帽子做账目 这些帽子要用搓的细麻 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纱织成 并且以刺绣的手艺绣上基禄帛 每副帽子要长二十八肘 每副帽子宽四肘 全部的帽子尺寸都要一样 这五副帽子要彼此相连 那五副帽子也彼此相连 在这一组相连帽子的末副边上 要缝蓝色的纽环 在另一组相连帽子的末副边上 也要照样做 这副帽子上要缝五十个纽环 另一组相连帽子的末副上 也缝五十个纽环 环环相对 要做五十个金钩 用钩子使帽子彼此相连 成为一个帽目 你要用山羊毛 织十一副帽子来做帽目的罩棚 每副帽子要长三十肘 每副帽子宽四肘 十一副帽子的尺寸都要一样 要把五副帽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副帽子连成一幅 这第六副帽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 在这一组相连帽子的末副边上 要缝五十个纽环 在另一组相连帽子的末副边上 也缝五十个纽环 要做五十个铜钩 钩在纽环中 使赵鹏相连成为一个 赵鹏帽子余下垂着的 那余下的半幅 要垂在帽目的背面 赵鹏的曼子两旁所余下的 这边一肘 那边一肘 要垂在帽目的两边 盖住帽目 要用染红的公羊皮 做赵鹏的盖 再用精美皮料做外层的盖 你要用金和欢木 做树立帽目的木板 木板要长十肘 每块板宽一肘半 每块板有两个笋头 可以彼此衔接 帽目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 你要做帽目的木板 南面 就是面向南方的那一边 要做二十块板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 要做四十个帽毛眼的银座 两个毛眼接连这块板上的两个笋头 另外两个毛眼接连那块板上的两个笋头 帽目的第二边 就是北面 也要做二十块板 和四十个帽毛眼的银座 这块板底下有两个毛眼 那块板底下也有两个毛眼 帽目的后面就是西面 要做六块板 帽目后面的角落 要做两块板 下端的板是成双的 上端要连在一起 直到顶端的第一个环子 两块板都要这样 做成两个角落 一共有八块板 和十六个帽毛眼的银座 这块板底下有两个毛眼 那块板底下也有两个毛眼 你要用金和欢木做横木 为帐木这面的板 做五根横木 为帐木那面的板 做五根横木 有位帐木后面 就是朝西的板 做五根横木 板腰间的横木 要从一头通到另一头 板要包上金子 又要做板上的金环 来套横木 横木也要包上金子 要照着在山上 所指示你的样式 把帐木竖立起来 你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纱 和搓的细麻 制帐子 以刺绣的手艺 绣上基禄帛 要把帐子挂在 四根包金的 金和欢木柱子上 柱子有金钩 并且安在 四个带毛眼的银座上 要把帐子 锤挂在钩子上 把法柜 抬进帐子内 这帐子 要将圣所 和制圣所隔开 又要把柜盖 安在制圣所内的 法柜上 把供桌 安在帐子的外面 供桌在北面 登台 在帐木的南面 和供桌相对 你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纱 和搓的细麻 以刺绣的手艺 为帐木 织门帘 要用金和欢木 为帘子 做五根柱子 包上金子 柱子有金钩 又为柱子 铸造五个 带毛眼的铜座 织门帘子